倫敦奧運打到來 香港單車隊在廣州大學城的訓練 焦點都集中在李維斯身上 這位廣州亞運金牌得主 在倫奧出擊海林賽和爭鮮賽 賽前得到教練團的錦囊是 一切平常心 他們都叫我平常心 希望可以不是當奧運的 不是只是一次奧運的人生 一路當這次奧運是一個經驗 那就不要那麼緊張 港隊總教練沈金康說 關鍵的倒數階段 隊員更加需要注意飲食 最重要是輪奧之前身體健康 現在最頭痛就是吃東西的問題 我們也看到經常會出現一些 關於收入經的事情 我們一直在內地生活 所以在雲南訓練的時候 我們處理很好 因為我們住在成功訓練基地 基地裏面提供的食品是肯定不存在問題 我們不在那個基地以外的地方吃飯 英國也沒有出去吃飯 那麼現在在那個廣州呢 我們也很小心 李慧斯、黃韻堯連同黃金寶、蔡奇浩、陳振興組成的港隊 將會在倫敦奧運出戰六個項目 當中以李慧斯在海林賽和爭先賽 被外界認為最有機會為港隊爭取獎牌 甚至演一出淘金記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子龍 廣州報道